現在餐廳的裝修風格越來越多 由輕車風到懷舊復古風的裝修風格都有 今天就帶大家來到佐敦一間餐廳 去看看現在流行的一些餐廳的特色裝修 這間餐廳的主旨是朝啡暮酒 融合了咖啡店和居酒屋的元素在裏面 這間餐廳行連興奧線 想帶給客人舒服的感覺 所以採用了休閒風格的裝修 而且在設計的時候 還突然預留了位置 去給客人做打卡位 餐廳想客人坐得舒服 又有休閒舒適的感覺 所以在裝修的時候 預留了很多位置做特大的卡位 還特意間隔了一間VIP房間 被人包場轉容 就算一個人來 還是跟整班朋友都可以坐得很舒適 不單止跟朋友來 帶寵物過來一樣都可以的 如果帶小狗來的話 就可以坐在門口這個outdoor的位置 餐廳還很貼心地在裝修的時候 叫設計師在門口椅的位置做一個寵物安全構 作為主人就非常放心 在裝修的時候 設計師用了很多不同的物料 去營造休閒舒適的氣氛 例如在泡面outdoor位置的草場 門口充滿質感的藝術特色場 還有VIP房的雲石紋銀板牆身 我覺得這裡最特別的物料就是水磨石 我記得這裡外面outdoor的位置 和餐廳裡的巴桌都是用水磨石去做的 水磨石是現在很流行的一種物料 它可以做到無縫的效果 令整個設計工感一體化 妄想去感覺高級之餘 而且容易打理 配色都有很多不同款式選擇 非常之耐看 是越來越多人裝修會使用的材料 不如我們用VL看看整個餐廳的設計 一進到門口 已經感受到一種簡約休閒的感覺 門口用了黑色邊框 增加了一種型格的味道 另外左手邊的牆身做了一個淺色水泥牆設計 下面做了一些滲燈 令整個整體視覺效果更加立體 右手邊做了一個倒頂深色大木櫃 可以大大提升收納空間 中間就開空了連接了廚房 方便適應可以把煮好的食物很快地送到客人手上 而在廁所門口同樣做了一個倒頂的深色木櫃 用來給員工放自己的物品 說了這麼久我都有點餓 今天有很多不同的特色菜 就等我試一下這裡的招牌菜片 至雞肉飯配個藍黃蛋 如果大家都想來這裡試一下菜式 或者感受一下這裡這麼休閒的氣氛 就快點看看以下的地址 今天就說了這麼多 如果大家之後想看多些家居的裝修 和商店的裝修 就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Easyhouse會因應你的預算 和你的設計風格 去配對三間適合你的裝修或設計公司 我們的配對專員不會幫你分析的 當你選好公司之後 我們的配對專員還會陪你一起見證簽約 確保你是明白合約的內容 並且同意才會簽約 在工程開始之後 我們的配對專員都會定時上到你的單位 幫你視察工程進度 確保工程進度良好 一般全屋裝修需要三個月左右的時間 在工程期間 如果你有任何裝修上的問題 都可以問我們的配對專員 Easyhouse 贏你裝修設計 安枕無憂 以及我們Easyhouse整個服務都是免費 完全沒有額外收費的 我想放在牆上 但這個怎樣裝上去 咦 為何不是香港插頭 那怎樣用 咦 塞了 糟糕 哇 瓷盆的玻璃膠發霧 怎麼辦 琢瓷